一男子误入深山 竟发现小溪里有着大量黄金 黄金的旁边还有无数人类的骨头 男子吓得惊声尖叫 不过片刻后 男人就开始贪婪地捡起金子 然而正简的高兴的男人并没有发现 他的身后竟出现了一个暗影 1966年 这江省离水最常见的一个小村子里 有一个叫李老四的农民 这天 李老四去到山上采集草药 用来补贴家用 李老四哼着歌在树林中前行 雨后的天气有些湿滑 李老四有好几次险些滑倒 他很快来到一条小溪旁 李老四将贝蜂放在小溪旁 想着洗洗手 然而在洗手时 李老四发现了不同寻常之处 他看见小溪底有明亮的黄色在闪闪发光 出于好奇 李老四下到小溪里将东西捞了上来 李老四仔细端倪着手里的东西 不过他越看这东西越像黄金 他将这个东西放进嘴里咬了咬 一咬 软淡 之后他用自己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烧了烧这个东西 在火的炙烤之下 这个东西越来越亮 李老四断定 这个细碎的东西就是黄金 之后李老四开始在小溪里摸索起来 这一摸还真摸出了不少黄金 李老四越摸越高兴 可是李老四却摸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 他将东西捞出溪水 这一看 李老四当即将手里的东西扔出老远 原来刚刚李老四摸出的东西 是一根人的大腿骨 李老四吓得瑟瑟发抖 他嘴里念念有词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无意间打扰到您了 希望您不要怪罪 尽管受到了如此惊吓 李老四依旧没有停下自己的动作 富贵显中求的道理他还是懂的 李老四将摸出来的金子 放在了备楼里 此时的他没有注意到 他的身后出现了一道暗影 这道暗影走向正在收拾东西的李老四 李老四瑟缩了一下 总感觉背后凉索索的 此时那个暗影拍了拍李老四的肩膀 李老四吓得大叫起来 李老四扭头定睛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老婆 他破口大骂 你这死婆娘 走路怎么没生呢 李老四媳妇很委屈 我看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 想着最近天气不好 我就想来找你 没想到你还骂我 李老四赶紧道歉 他将自己的老婆拉到贝露旁边 傻伯娘 你看这是什么 李老四老婆定睛一看 惊讶到 这该不是黄金吧 李老四嘘了一声 傻伯娘 小声点 趁现在没人发现 我们明天再来 李老四老婆赶紧捂住嘴点了点头 两人将金子上边盖了一层草 就原路返回了 路上两人也没遇到什么人 等回到家里 两人将这些金子藏了起来 两人依旧像往常一样忙碌 村子里边的人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等到下午村子里人少的时候 李老四夫妻两个 须到那天锁在那个小溪 小溪里边的金子好像又多了 夫妻俩人捡得不亦乐乎 一连几天 李老四夫妻两个都往山上跑 他们的异常行为 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这山上是有什么宝贝 让这夫妻俩一趟一趟的 当李老四夫妻俩再次上山时 几个人就偷偷跟在他们的身后 因为他们太会隐藏 李老四夫妇并没有发现他们 几个人躲在书后边看了半天 发现李老四他们 在小溪里捞什么东西 远远地 好像有什么东西 闪了他们的眼下 仗着人多 他们向李老四 他们走近 李老四看见他们到来有些慌张 不过很快 李老四就镇定下来 当他们询问李老四在干嘛的时候 李老四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他们有些着急 直接就去到小溪边自己看 等他们看到小溪里闪着金光的金子时 他们顿时就感觉一切都说得通了 他们也没有埋怨李老四 换成他们 他们也不会将这件事说出去 几个人都没有再说话 他们同时默契地在小溪里边摸金子 等到第二天 人们发现偷偷摸摸上山的人 又多了几个 剩下的人纷纷觉得 山上绝对是出什么宝贝了 于是其余村民也开始上山查看 这一查看不要紧 他们也纷纷加入到摸金的队伍当中 十千一传十 十传百 很多的人都选择去到小溪里摸黄金 他们中间甚至还流传了一句话 上天赐予了百姓黄金 就是为了庇护百姓 尽管人越来越多 但是小溪里的金子好像依旧是那么多 这件事越传越广 很快就引起了国家政府部门的注意 国家决定派遣一支专业的队伍调查这件事 专家很快就到了村民捞金的地方 经过询问 他们对事情的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专家才不欣赏天赐黄金那些虚头巴脑的话 他们觉得既然河流里边有黄金 绝对是河流上游冲下来的 他们找了熟悉路况的几个村民一同随行 顺着河流 他们开始朝河流上游走去 不得不说 这条小溪还挺长 走了几天都找不到金子的尽头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几天的探测之后 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 这个山洞的洞口并不大 但是很多细碎的黄金 从这个山洞里边被冲出来 专家想了好几种办法 最后他们一致决定 将这个小山洞爆破 在准备好足量的炸药之后 他们将炸药塞进了那个狭窄的洞口 随着碰的一声 整个洞口被炸开 随着烟尘的散尽 山洞里边的情景被展示得一清二楚 不过要想探测 还得需要在网里走走 有胆子大的村民和专家 就开始往山洞的深处走去 越走他们越心惊 洞里边有着散乱的人骨 越往深处 人骨越多 与此同时 黄金也是越来越多 有些村民终于忍受不住了 他们腿脚一软 跪在了地上 他们的眼神带着惊恐 嘴里直嘟呢 不是我 不是我 无意间打扰你们 我们很抱歉 希望你们不要怪罪 看着有黑的仿佛将人吞没的山洞 村民不约而同地深深咽了一口口水 他们开始猜测 洞里边深处究竟是什么 会不会是古是一些王爷 或者是一些达官贵人的墓葬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他们的行为是不是盗墓啊 众人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他们不敢再往深处走了 这个场景太吓人 他们承受不住 在寝室过后 他们纷纷退出了山洞 专家也迅速做出反应 将现场封锁了起来 事后专家细细地考察了现场 勘测过后 专家有了一个结论 这个山洞里边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王爷 或者是达官贵族 可以说 这个山洞根本就不是一个墓穴 就算只根据山洞里的东西来看 也能看出来 山洞里边除了白骨和一些工具 还有金子 基本上就没别的东西了 正当人们一头雾水时 专家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那就是山洞里边有一些炭火烧过的痕迹 通过这些痕迹 专家翻阅了大量的资料 通过古籍上知言片语的记载 专家通过口述还原了现场 这个山洞在古代曾是金矿冶炼加工的地方 在古代 人们加工金子比较难 他们会先将矿石磨碎 然后再用水将矿石粉末清洗 第三步就是制团烧结 第四步是还原冶炼 最后一步就是用灰锤法制出真正的黄金 而炼制黄金所需要的人也不在少数 为此官方需要召集大量的矿工 这些累累白骨 应该就是那些可怜的矿工的 专家继续深入调查 他们想要知道 这个金矿里边的人 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遇难的 于是专家们又开始翻阅古籍 在大量的翻阅之下 这些遇难的时间被确定 据穗昌县治理所说 在明朝万里年间 因为发生了石崩 死去了数百个人 后期的万里皇帝开始荒废朝政 为此万里皇帝还下达了一道命令 那就是将税银兑换成白银 这一命令颁布之后 可算是苦了底下的老百姓 本来在当初那个年代 老百姓的生活就不好过 辛辛苦苦也只能混个半饱 朝廷的重压压下去 他们更是没有了活路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一些矿工受不了繁重的劳已倒下了 然而在当时的年代 人命根本就不值钱 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工人 顶替原来的人 好像没有人在乎 他们是生或者是死 他们去到金矿出体力 可是一场意外 将他们永远地埋葬在了那里 他们也没有想到 百年之后 经过暴雨的冲刷 一些金矿被冲出 随后就有了前文发生的一切事情 事情到这里 也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那些疯狂逃金的村民 将自己辛苦逃的金子上交给了国家 毕竟这些也不是什么正经的 属于自己的财产 将东西上交 他们也没有丝毫的怨言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